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細胞膜的構造 那細胞膜的構造呢 你要先知道它的成分是什麼 第一個主要是由脂質 第二個是什麼呢 蛋白質 在課本的這個 第36頁有這個照片 這個部分就是脂質 那上面一個洞 那個就是蛋白質的地方 那其實還不只這些成分 還有像糖類 還有膽固醇 這些東西 不過那是高冬在學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脂質長什麼形狀 這個脂質呢 其實它有專有名詞 叫做靈脂質 它其實是有一個東西叫做靈脂質 我們的細胞膜其實是由靈脂質 而是一種脂質 一種脂質 那它有靈的成分 所以叫做靈脂質 那它的形狀長什麼樣子 你在課本上面可以看到它是長這樣 一個圓圓的頭 然後呢 底下有幾條腿呢 注意看有幾條腿 有幾條腿 有兩條腿 看到嗎 長這樣子 一條腿也彎彎的 有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沒有嗎 沒有嗎 有啦 它只是兩個兩個怎麼樣 對在一起 你知道嗎 好 這個叫做靈脂質 它的頭部是什麼呢 就是靈的部分 還有靈的部分 還有靈的部分 那它的腿叫什麼呢 腿就是脂肪酸的意思 脂質 好 這是靈酸甘油 它其實是一種化學物質 好 同學 那這個不會烤 這個是我補充的 我稍微講解仔細一點 那總之你要知道這個現象就是說 它這個 這個我們的細胞膜這種成分呢 它的頭部呢 是屬於清水性的 喜歡碰水的 那底下這個腿是屬於什麼呢 我們叫做清油性 喜歡跟什麼在一起呢 油 油 好 欸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同學 水跟油不會溶解在一起 不行 水到油裡面 水就浮起來 欸油就浮起來 水就在下面對不對 所以 我們的細胞呢 因為它 細胞的裡面跟外面都是水 所以 這個呢 在細胞膜的時候呢 會怎麼排列齁 我們來看一下細胞膜的構造 這個膜呢 其實 我現在畫這兩條線 代表的是細胞膜 這個膜呢 如果放大來看 其實它是有很多很多的靈芝質怎麼樣 構成的 好像一寫細胞膏 細胞膜 好 它其實長這樣喔 這個腿就直接這樣畫 好了 謝謝 那這個靈芝質呢 在我們身體它會 腿跟腿會怎樣 對在一起 腿跟腿為什麼會對在一起呢 因為它頭喜歡 因為它頭喜歡什麼 頭喜歡跟水在一起對不對 那細胞的裡面跟外面都什麼 都是什麼成分 水 所以呢 它的頭會朝外 腿喜歡跟油在一起 那所以這腿跟腿會怎樣 腿在一起 就是水跟水可以互融 油跟油可以怎樣 互融 所以 你就會看到它的腳長這樣 就是 腳跟腳對在一起 那頭朝外 所以這是解釋的為什麼 那個 影片會畫這種樣子 就是因為它有這種特性 跟它的物理性質的東西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畫一下 細胞膜的成分 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東西叫什麼 再說一下 這是叫什麼 就是這個 脂質 靈脂質 這樣知道嗎 這個有括號 你只要記這個就好了 你只要記這兩個就好了 那其實細胞膜不但有這個 這個脂質的成分 上面還有很多一個一個的孔洞 我們稱為叫什麼呢 我把它稱作叫做 通道的蛋白 你知道嗎 或是 有很多種 那其中主要一種就是 通道蛋白 就是呢 這個蛋白質 它中間有個什麼呢 中間有個洞 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請問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呢 叫做蛋白質 對不對 就是蛋白質 那它很特別 它為什麼會長這個形狀 它是要讓東西可以怎麼樣 進去或出來 有東西可以 進去或出來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門 它是一個特殊的門 東西可以進去或出來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畫兩種 好 我稍微把它畫一下 好 所以呢 在我們的細胞模 第一個 它是由雙層的什麼構成 之質所構成 所以第一個 細胞模是由雙層的零之質所構成 所以你可以寫零之質就好 所以你可以寫零之質就好 頭朝外腳朝內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零之質 這個 這東西叫零之質 那另外呢 這個綠色跟藍色這叫什麼呢 這叫什麼物質 這是蛋白質 它的功能是作為通道用 通道 蛋白質是一種化學成分 就是你的肌肉就是蛋白質做的 你吃的雞蛋也是蛋白質 你喝的牛奶裡面也有什麼 蛋白質 你的頭髮也是蛋白質做的 我們身體很多成分都叫蛋白質 蛋白質特別的地方就是它用火燒會有一種臭臭的味道 你有沒有燒過頭髮的味道嗎 沒有 就是吹頭髮吹過頭髮會有一種臭味道的味道嗎 那就是蛋白質燒焦的味道 所以其實我們身體有 對 我們身體很多蛋白質 你身體70%是水 那20%就可能都是蛋白質 剩下這些糖分 所以 細胞膜的構造有這個 這樣可以嗎 這樣了解嗎 好 這是細胞膜的樣貌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一下 那東西怎麼進出細胞呢 我們 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有哪些 細胞裡面需要的東西有哪些 細胞要不要呼吸 要 要氧氣對不對 不然的話那個會怎麼樣 如果你的手沒有氧氣會怎麼樣 你有沒有那個 睡覺的時候趴著睡覺 然後壓到手 血液會麻掉對不對 那如果再更久會怎麼樣 就要截肢了 手就死掉了 所以 手需要氧氣 需要 那你要血液循環 它也需要喝水對不對 因為你身體 要的東西就是細胞藥的東西 你身體是細胞做的 你細胞也要喝水 要 那細胞要不要吃東西 要 那你細胞會排出廢物 會 還會排出廢物對不對 所以 請問我們身體裡面的這個細胞 它怎麼樣吃東西 怎麼樣排廢物 怎麼樣 得到它要的東西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把物質呢 分成三大類 好 第一個 好 物質的進出 第一個是空氣類的 空氣要怎麼樣進出細胞呢 細胞很小 可是空氣更 小 小到看不見 所以你就要把這個教室的門關起來 請問空氣會跑進來嗎 它會從門的縫怎麼樣 穿進來 對不對 所以空氣要不要通過這個門呢 不用 空氣只要怎麼樣 空氣基本上它想要進到細胞很小 它怎麼樣 直接怎麼樣 直接穿過去就好 好 所以空氣呢 直接穿透 直接穿透細胞 就像我們學校的校門口 你可不可以說把麻雀打在外面呢 它就飛進來對不對 不管你對不對 它管你什麼門禁 所以一樣 空氣也是一樣 空氣它不用管那個細胞 直接穿透細胞 所以哪些東西 哪些空氣是我們身體需要的 氧氣對不對 那他們怎麼知道要進來呢 空氣怎麼知道要進來 要出去 我們剛剛講過一個作用 叫什麼作用 擴散作用 外面空氣濃度 氧氣濃度 比較多 還是身體的氧氣比較多 外面氧氣比較多對不對 所以它會自己怎麼樣 從你的肺擴散到你的血管 這樣知道嗎 好 直接擴散一下 所以有氧氣還有什麼呢 二氧化碳 你要排二氧化碳 很簡單 它自己就會怎麼樣 你只要這樣一呼 它就排不去了 因為它會從你的身體擴散出去 因為你身體會製造氧化碳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這兩個東西 它是經由什麼擴散 就直接的擴散 所以這兩個東西它是有擴散 直接擴散出去就好 用擴散的方式 就是高濃度往什麼 低濃度 好 第二個 我們身體還需要什麼東西呢 欸接下來我們需要的東西很多囉 我們需不需要吃飯 吃飯跟食物對不對 我們需不需要有那個氨基酸 也需要 蛋白質你要長肉 你要長高 你要身體變壯 你要蛋白質 所以呢 第二個東西就是像是兩份的部分 我應該特別註明 它叫做小分子養分 小分子的養分 對 有小分子就有什麼分子 大分子 小分子養分可不可以進到細胞呢 你剛剛在影片有沒有看到 有一些什麼五角形的東西 沒有 有沒有注意看到有一些東西長這樣子 有些東西長圈圈的 有沒有看過 這東西能不能進到細胞呢 不能直接進來 可是可以怎麼進來 可以走通道進來 對 可以走通道進來 知道嗎 他們不能夠直接進來 就像校友不能直接進到我們去 可是他可以走什麼 他可以換證件 走通道進來 所以小分子養分有哪些要記起來 像葡萄糖 你吃了糖分 你可以到藥房去買葡萄糖來吃吃看 那我們一定會帶給你們吃吃看 保糖就是一包粉末 還有什麼呢 還有氨基酸 沒有我只是讓你們長一點點 這是當作實驗 還有呢 礦物質 這三大營養素 礦物質值得就像我們吃的鹽巴 鹽巴知道嗎 這些都要經過什麼蛋白 這個要經過什麼 經由通道的蛋白質 知道嗎 通道的蛋白質 這些蛋白質很像通道一樣 走這個門才可以進來 那也是一樣是用什麼方式進來呢 也是擴散進來 擴散 所以也是由高濃度往什麼呢 低濃度 所以你中午吃飯的時候有葡萄糖 它就會直接擴散到你的腸子裡面 就可以吸收 好 所以這是第二種養分 第三個 大分子養分可不可以進來呢 你吃了澱粉 可不可以進到細胞呢 澱粉是超級巨大喔 比細胞要大一百倍 一萬倍 可以直接進來嗎 請問這個教室 可不可以把飛機開進來 可是飛機 怎麼樣可以進到這個教室 你知道嗎 解體 把它分解 拆成小連結 可不可以拿進來 可以 所以同學 大分子養分是進不去的喔 大分子養分 必須要怎麼樣 分解 要被分解才能夠 所以為什麼你要吃飯 為什麼你要把飯消化 大分子養分呢 像是澱粉 你吃的白飯 澱粉 還有蛋白質 你吃的肉 都不能進來 這個太大了 不行 什麼時候可以進來 把澱粉分解成什麼 葡萄糖就可以進來 把蛋白質分解成什麼 氨基酸 你要知道 澱粉分解之後變成 葡萄糖 你把那個飯咬一百下 咬完之後會怎樣 甜甜的 因為跑出了葡萄糖 你知道嗎 它就會 所以要被分解 所以大分子養分呢 不得進入 不能進入細胞 靜止通行 你知道嗎 太大了 啊什麼時候才可以進來的細胞 什麼時候可以進來的細胞 被分解之後 拆成小連結 也可以進來 所以一台車子開不進來 可是如果把車子拆成螺絲釘 就可以拿進來 你知道嗎 因為它夠小 好 第四個 最後一個 水 水要怎麼進到細胞 水很特別 水是VIP 它可以直接進來 它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進來 對 第一個方式直接進來 第二個方式 它也有專屬的什麼 通道 叫水通道 所以水的話 水是哪 水可以走哪幾個 水 走這兩個 水可以直接穿透 或是怎麼樣 它有自己的通道 知道嗎 對 或是直接有通道 這樣可以嗎 水是VIP 所以它可以 直接穿透 或是走通道蛋白 好 所以以上就是3613紀念的部分 好